Ctrl to Validate 就是要去验证的对象是哪一个 那它会秀出来 这边就会让我们秀出让我们去选的 那因为我要验证的是姓名的这个 是应该是哪一个呢 Name 所以我就选Name就好了 所以它就会自动帮我验证 第一个 验证完毕之后呢 会唱出什么 ErrorMessage 错误讯息要秀出什么 那直接在这个地方填就好了 两个栏位 那这边的话呢 就输入什么 请输入姓名 好 这样子就好了 就解决了 然后其他的话呢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叫请输入什么呢 密码 有没有 那我要对象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Ctrl 这个地方 我就 选择是密码 所以这个栏位 那这边的话就出 请输入密码 那一样喔 其中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地方 也是找对这个 它是 其中的话是 这个位置 请输入 请输入什么呢 身高 所以这边的话改一下 身高 那这边的话验证是哪里的 验证height 好 这样就结束了 不用写任何层次 好 刚开始 看到这个 哇太好了 好多东西就不用验证了 完全不用写层次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假如我今天呢 完全没有输入 家里使用者很喜欢这样 试试看 层次有没有错误 按下去 通通就跳出来了 那你比如说 你今天输入 名字 按送出 这个不见 再一个 这个不见 再来输入体重 一定要输入 送出 结果才正确 好 所以根本不 以往 我们要针对这部分呢 去做判断 很麻烦 而且像刚刚matchbox 有没有 它有一些 瑕疵 秀不出来 使用者根本不知道 有什么警告讯息 但是这个的话呢 你只要知道 几个地方 我刚刚讲的 你只要 就是 属性的部分呢 只要去设定 对应到的 那个部分就可以 属性的部分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就是这个 属性 叫 control 图 然后 另外一个 lms 那id 改不改 看你自己 好吧 画面画面 各位一下